艦長 我看到一個訊息 特別要跟你請教 我們來看 塔克拉馬桿沙漠 一般在沙漠的時候才有看過 來 在這個沙漠上面 老共他們就是蓋了一個模擬港口 大型船艦攻擊訓練的一個場地 那因為你有特別去做比對 來 比對圖在這邊 這個是我們的蘇澳軍港 對不對 那你說他在沙漠上的那個地形圖 比較之後 感覺上比較像我們的蘇澳軍港 那帶來的我們的威脅跟挑戰是什麼 其實不是很像 不是很像 是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這麼說 也就是說剛剛蓋亞手上的 其實就是這張圖 那這張圖剛剛講那個塔克拉馬桿沙漠 到底在哪 它其實就在新疆的南邊 那這個南邊的這個地方 其實被發現了有這樣的一個裝置 然後而且之前發現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艘船的一個驅逐艦的樣子 可是之後在今年二月發現了什麼 發現中間破一個洞 也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解放軍已經實施過 攻傳彈道飛彈的一個演練 那這個圖當初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哪裡 它在模擬哪裡 其實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解放軍就模擬過 它那個時候它模擬的是哪裡 它模擬的是橫須賀 那這一次它模擬的是哪裡 那我找過橫須賀 我也找過左士堡 我也找過菲律賓 那但是我找來找去 我都找不到到底有哪一個港口長成這個樣子 後來我想來想去 不是就是蘇澳港嗎 那我下面的這張圖其實就是蘇澳港 你看這邊跟這個轉直角 是不是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斜角的地方 那它畫的這個船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的既得艦 那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解放軍 它的設想就是在港內 先集成我們的既得艦 那可能有很多的觀眾會認為 說這樣的攻擊模式 其實很無厘頭 怎麼可能 那其實這件事情 在去年就發生了 去年也是在塔克拉馬干的 這個沙漠裡面發現什麼 發現他們竟然有航空母艦的模型 而且這個航空母艦的模型 下面還有軌道 意思是什麼 因為他要模擬說他會動是不是 因為以前就是我們剛剛講 就講說在2013年 他模擬橫須賀的時候是不動的 可是因為大家對於這個攻船 就是這個彈道飛彈 可以打到那個船隻 其實是有疑問 解放軍是有疑問的 他們就來試 然後就是下面的這個是後來被照到的 也就是他其實是有個軌道的 然後在這軌道上面 其實你看的這艘船像什麼 美國的兩棲攻擊艦 那他在這上面 除了模擬兩棲攻擊艦之外 他還模擬了什麼 他還模擬了航空母艦 也就是在會動的情形之下進行攻擊 那現在他的這個攻擊模式 大家會覺得這有點匪夷所思 那但是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說 解放軍他有一個特點 他的特點是什麼呢 他叫做一點突破 那個個型沿用 也就是他只要一個 那個有一個科技的突破之後 他幾乎都後面就要這樣用 之前他所使用的叫做 航母殺手東風二十一低 結果他就延伸到東風二十六 也有這個能力了 那現在發現說 他不但是這樣 他還回到東風十五東風十一 這個短程的彈道飛彈 他也這樣用 但是我們這樣講 有很多人懷疑 可是有一個對手不懷疑 誰不懷疑 美國一點也不懷疑 為什麼美國不懷疑 就是這個圖 我們看這是所謂的 那個可控制翼的雙錐體 就是他的彈頭 這個也是 這是哪一種飛彈 這是美國在1980年代 使用的潘興二式飛彈 後來在美俄所謂的 他的那個軍事裁軍之後 他就不再部署 可是美國不再部署之後 解放軍就去偷這個科技 偷了科技之後 他就來改他的飛彈 那當他具有這個飛彈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的 解放美軍為什麼不懷疑 因為美軍在1980年就有這個能力了 他知道那種彈道飛彈 可以攻擊活動目標 只是以前攻擊的活動目標 是坦克 是所謂的裝甲車輛 但是現在解放軍拿來打 那個驅逐艦 或者是他真正的目標是航空母艦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要認知的是 我們的既得擊艦 其實也在 解放軍可能攻擊的目標 因此